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网络上是怎么输钱的 今天胡哥给大家弄个明白 这个网络赌博后台的控制程序 大家看这个屏幕 你看这里是游戏用户管理 就是说你的信息一旦登录 你的IP地址或者说你自己的账户 进去以后是在这个地方是怎么管理的 这个是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就是说你每一个分后 包括后面的代理什么的 全都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游戏币管理 这个是玩家控制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的这个界面就是玩家控制 这个是机器人控制 那么这是清理卡线 分镜设置 充值兑换管理 游戏内容管理 数据统计 后台管理 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玩家怎么控制 你看 这个用户控制配置 这是控制配置 这是控制列表 这是控制记录 我们重点讲一下 这个是怎么来杀这些玩家的 你看这里有一个按钮 是否允许自动控制 我们点个4 这个是 这个就是说允许自动控制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你的名字 你的账号 输入到这里面以后呢 他就电脑自动控制 你看 赢多少自动加入黑名单 你看 这里 比如说 我要让你赢个 一个W 那么我这里就写一个W 他就自动加入黑名单 那么加入黑名单以后呢 他就开始杀你了 就定点杀 那么输多少自动加入白名单 你比如说 你这个人输了100个W 对不对 那么好 你输了100个W 我就把你加入白名单 那么让你赢一点 让你赢呢 也是可以设置的 那么设置 多少 你才能 又列入黑名单 他是这样 你看这一台黑名单结束方式 请选择 那么这个黑名单结束方式呢 有几种 比如说 你这个人 钱已经输完了 是吧 那也可以结束 你输了多少 也可以结束 这里面的数字呢 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那么黑名单持续时间 比如说 我给你设置 黑名单 10秒 黑名单 10秒 或者说 60秒 300秒 我们就可以给你那个 那么你在这300秒 比如说我们写300秒 那么你在这个300秒之内 你都是打哪里杀哪里 那么这是黑名单的持续时间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呢 他有时候赢 有时候输 这个不可能把你 一直黑名单 给你搞个一个小时 这不可能的 一直一个小时都让你输 你还会玩吗 傻瓜 是不是 输多少分 退出黑名单 比如说 你这个人 已经冲了十个W 对不对 那么好 我给你设置一下 输了9万以后 我给你退出黑名单 那么你又开始赢了 知道吗 我就给你设置个百分比 比如说 永远都是70% 那么好 你输到70% 我又让你赢一下 输到70% 我又让你赢一下 然后一查一查下去 到最后你剩一个 1000块的时候 那么又输700 剩300 我又会让你赢 那么这300呢 73%是21 是吧 211 我又会让你赢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白名单 结束方式 请选择 你比如说白名单 他这个人 你通过摸牌 通过他下注的方式 通过他充值的数额 综合判断 这个人呢 是吧 要让他赢一点 那就是钓鱼了 放额出去 是不是 你比如说 看他平常 一冲就是20万 30万的 那么你这个 给他赢个10来万 他可能就跑不了 人嘛 赢钱 他是不会退出去的 你看白名单 持续时间 多少秒 是不是 那我们 可以给他 比如说 设置个 这个60秒 那么一分钟 这一分钟之内 比如说 ag他就会打好几把 他是12秒 急速 或者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么他就可以打这个 大概十几把牌 这十几把牌 你闭着眼睛打 你都赢了 你随便打你都赢 哎呀 你说我怎么这么厉害 我打那哪里中 你看我这人多聪明 赢多少分退出白名单 这个是自己设计 游戏币 游戏币赢多少分退出白名单 比如说 我给你设置 你充了30万 我给你赢个5万 你就要退出白名单了 然后呢 直接搞到黑名单里面去 那你就把打输 黑名单的胜率 是多少 百分底 我们比如说 黑名单的胜率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那么意思是 一百个人当中 有两个人 是可以赢到钱的 其他人 你就行行吧